大家好 这一节呢 我们来学习一种表达信息架构的方式 页面流程图法 那么页面流程图呢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表达出用户通过什么操作 进入什么页面 以及后续的操作和页面 那么说到页面流程图 大家应该对业务流程图会更熟悉一些 那么无论是产品经理还是做互联网产品呢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很多的业务流程图 那么业务流程图呢 它实际上表达了用户在什么条件下做了什么事 那么页面流程图呢 它就要具体到系统、网站、APP、产品 那么在这些载体上面呢 他们的页面的流转关系是什么样的 可能有很多同学在设计网站的时候呢 往往定义清楚了用户 或者说定义清楚了用户的任务之后呢 就盲目的开始去做功能了 进入到了具体的这个功能的详细的页面的设计 就开始做什么圆形文稿呀 demo呀这些东西了 那么这样的会导致呢 我们对系统呢缺乏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以及系统中各个页面间的上下文 上下文的情景啊 这些以及页面中的一些重要的状态呢 我们都可能会遗失 那么有了这些全局性的系统性的一个图示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啊 可以了解到一些任务 任务场景具体是什么样的啊 以便于我们呢 去对一些任务呢进行简化 所以说这个页面的流程图啊 它就像一个大纲一样啊 能够先通过系统性的一个规划 让我们不去考虑一些细致末节啊 更多的去聚焦在系统性的这个角度 去考虑整个流程 所以说这里啊 页面流程图的价值呢啊 就包括了啊 首先它能够聚焦了用户的目标和任务啊 让我们专注于用户的目标和任务 而不去考虑一些交互的细节啊 那么简化繁杂不必要的流程啊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系统化的 对全局的流程的了解呢 我们就能够去找到那些啊 冗余的信息不必要的流程 把这些流程呢给它简化掉 另外一点呢 它能够提升重点交互环节的效率啊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流程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哪些地方呢 是我们最关注的用户流程啊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流程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的 把工作重点的转移到这个位置啊 去做这一块的重点的优化啊 以至于能够提高这一块的交互的 整体的一个转化率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评估用户的行为路径啊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流程图 能够记录呢 用户从啊 起点到终点的这样一个流程的啊 整个的转化率也好呀 或者说每一个步骤的耗时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整体性的去评估出啊 用户在做这样一个操作的时候呢 它的整体的效率是如何的啊 以及这个路径呢 啊 共分为了几步啊 每个步骤的啊 痛点在什么地方 嗯 那么最后呢 啊 页面流程图呢 往往能够帮助设计师啊 去评估整体啊 有多少个页面啊 因为它是描述整个有页面和页面的操作的 所以说我们能够评估出究竟我们需要做多少个页面啊 以至于呢 我们可以给产品经理啊 或者给整个的项目管理者呢 告知我们整个项目呢 可能的耗时是多久啊 那么它对于开发人员来说也同样啊 我们给开发人员提供这样一个图示呢 首先它能够很全面的了解到整体的这个系统呢 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啊 以及呢 它有多少个交互的细节环节啊 以及呢 用户的操作的整个行为是什么样的啊 能够方便的开发同学去了解业务 那另外呢 就是开发同学也可以根据这样的流程图 页面流程图呢 就知道自己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少啊 它可以对业务的啊 这些逻辑啊 实现逻辑呢 进行一个初步的预估 所以说 页面流程图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聚焦在用户的目标和任务上 那么它的价值呢是非常大的 每一个页面流程图我们应该去通过什么样的工具去制作了哈 那么工具啊 我们在前面也一直说过哈工具本身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还是我们去如何考虑如何去思考一个页面流程图要表达的信息 好 那么在工具这一块呢 也同样 嗯 是这些常用的一些软件哈 首先我们最推荐的还是用笔纸啊 能够快速的啊 能够不被这些形式所啊吸引去专注在整体的流程上啊 用笔纸的方式 那么在Mac系统上呢 我们推荐Omni Grapho啊 它呢 对于流程图的各种 空间 各种细节呢 把握的比较到位 能够通过它 借助它呢 实现出来啊 很好看的很漂亮的一些啊 流程图 那么在Windows上面呢 还是大名鼎鼎的Visual了啊 功能比较齐全啊 也有很多预制的模板呢 能够让我们直接去用啊 包括一面流程图啊 它有一些既定的模板啊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呢 其实习惯于用Keynote或者说PPT啊 去表达一面流程 那这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工具本身并不重要啊 这是就供大家呢 去灵活的选用吧 那么究竟一个页面流程图 它长什么样呢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学习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个页面流程图中呢 最重要的啊 页面流程图我们刚才说了 它呢 用户通过啊 什么样的操作 能够进入什么页面 所以说操作和页面呢 就构成了整个的页面流程图 那么一个页面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啊 页面标编号啊 以及页面的名称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可以准确定位出 这具体是哪个页面啊 那么在页面中呢 我们需要通过啊 展示它的重要的功能 或者说重要的内容啊 这样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页面呢 主要是做什么的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也把页面流程图呢 叫做页面信息架构的一个简图 它能够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这个页面呢 它将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它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说页面简图中啊 或者说页面流程图中呢 这个页面本身呢 是需要包含它的功能信息的啊 以及它的重点内容 那么页面和页面之间呢 用户会通过某种操作啊 形成页面的一个跳转 或者说页面之间的一个交互啊 那么这里呢 操作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简单的通过线呢 去连接 我们要告诉啊 读这个图的人呢 哎 我页面之间的跳转 是通过什么样的操作去做到的啊 那么 其实这里呢 还缺了一块啊 就是说 我们表达页面的之间的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有些地方的功能呢 其实呢 比如说下载啊 这种操作呢 其实它操作了之后呢 得到的并不是一个页面啊 它可能得到的是一个文件啊 或者是一个应用程序 那这种时候呢 我们也同样通过一个举行框呢 哎 告知下下来的 下载下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啊 或者说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什么样的文件啊 都会通过这样的举行框去表示 所以这个举行框本身 它并不仅仅表达的是啊 页面的概念啊 那么除了操作呢 还有一种是状态啊 我们通过页面中的某些功能 我们去点击某些功能之后呢 会有一个状态的判断 是状态A呢 还是状态B呢 如果是状态A 可能进入到A页面 如果是状态B呢 进入到B页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页面流程图呢 非常简单 它不像 业务流程图呢 需要去表达很多很多的细节啊 比如说人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角色啊 做什么样的操作啊 以及操作本身呢 就会有什么起始状态 中止状态 以及一些需要判断的状态 或者说 甚至在业务流程图中 有时候需要体会体现出啊 整个系统的一个数据结构啊 等等等等 任务流程之类的 所以说整个页面流程图呢 还是比较简单 它仅仅需要包含这些元素就够了啊 那么说了半天啊 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的案例啊 来跟大家一步一步的了解一下整个页面流程图啊 如何去搭建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实际中的案例啊 啊 我们的主人公叫阿强啊 那阿强呢要买一桶呢 桶装水啊 他要在手机上呢去预约送水啊 写明了要送的是桶装水 那种品牌数量啊 以及上门时间地址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啊 那么送水站呢 就要去确定了阿强的这一次预约 那么APP呢啊 手机上的APP呢 能够显示出呢预计送达的时间啊 那到了预定的时间呢 送水工呢 上门送水 拿出手机啊 打开了订单啊 二维码啊 然后阿强呢 通过扫码支付啊 完成了这一次交易 同时呢能够获得一些积分啊 送水站呢 取走了空桶啊 那么阿强呢 购买了10桶水之后呢 还发现自己拥有的不少积分 那么在我的积分的这个啊 频道或者页面中呢 就能够去兑换哎 他10张啊 10桶水呢 可以兑换一张水票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生活中 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些场景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样一个场景啊 如何通过页面流程图的形式来实现的啊 那么具体的过程呢 其实和我们分析啊 呃 用户需求 或者说用户体验设计的流程呢 是大体是相似的 我们依然呢 需要通过啊 前面的一些调研分析啊 确定一些信息啊 之后才能去着手 进行页面流程图的设计啊 那么第一步呢 啊 依然是确定用户角色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为谁设计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这个场景案例中呢 就会存在两种角色的人物啊 一种呢是小区的住户啊 阿强啊 像类似于阿强这样的人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送水公了啊 那么确定了角色之后呢 我们需要通过哎 比如说前面所讲到的哎 通过数据分析也好 哎或者是通过聊天的方式 定性的研究也好啊 我们总之要去收集用户的需求啊 最终呢 甄别出用户的啊 需求到底是什么啊 大家回忆一下 当时我们所说的用户的需求 和用户的需要之间的区别啊 我们这里呢 确定用户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啊 以及用户的目标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举例来说 对于阿强来说呢 他可能需要的功能有这些啊 登录注册啊 那么尤其登录注册这一块呢 我们希望他能快捷的啊 去进入到APP中 所以说我们能够支持一些第三方的 社交网站的一些登录方式 填写预约送水的申请啊 那么这个申请的表单呢 可能就会包括比如品牌呀 数量呀 上门的时间呀 上门的地址呀 等等等等这些信息 那么查看送水的进度呢 能够帮助我们呢 掌握了送水的时间啊 那么这个进度呢 我们是需要通过一定的页面呢 去实现这个功能啊 以及它背后的逻辑是 我提交了一次申请啊 那么送水这样呢 去确认了这次申请 以及呢 回复了啊 可能送达的时间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在我的APP呢 对于阿强来说啊 在阿强的APP中呢 能够显示这个送水的进度 啊 那么扫码支付啊 这个 用过支付宝的同学 应该都非常了解了哈 扫码支付呢 只需要啊 在送水公共的手机上呢 显示出一个二维码啊 那么 嗯 阿强呢 只需要用手机呢 去扫描这个二维码 即可完成支付啊 那么支付完成之后呢 还会需要哎 比如说卡查看他的积分 哎 查看积分的情况 以及哪些是可兑换的啊 以及曾经兑换的一些历史 那么积分商城呢 就能够啊 去用积分兑换一些水票呀 等等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哈阿强的啊 这一次用户需求呢 被我们拆解成了啊 这样的几个功能 嗯 那么 有的用户需求 有的功能啊 我们就去借助啊 像类似业务流程图 这样的形式呢 去把这样的一个业务场景呢 通过一个流程去形容出来 那么小区住户哎 我们通过登录注册啊 就能够啊 登录注册是一个起点啊 是一个开始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预约送水啊 哎 送水工呢 去确认了时间之后呢 上门送水 哎 送完水之后 确认订单 确认订单呢 那么我们小区住户呢 在这里扫码支付 那么这只是一个一段的有流程 那么其实呢 还会包含比如说 扫码支付成功了之后呢 去返回我的积分 那么可以去查看积分 那么查看了积分之后呢 我可以去兑换水票 兑换水票之后呢 可以回过头来继续呢 预约送水啊 整个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流程呢 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登录 以及预约啊 以及扫码支付的这样一个流程啊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业务流程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啊 利用这样的一个业务流程呢 去转化为页面了啊 那么业务本身呢 其实是啊 并不是一个产品的最终形态啊 它业务流程呢 只是描述的这件事儿 那么最终的产品形态呢 还得去通过像页面流程图这样的形式啊 去展现 比如说像预约送水 我们到底需要几个页面来完成预约送水的这个动作呢 以及呢 页面和页面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这一刻呢 页面流程图就该登场了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哈 页面流程图呢 包含了那些形状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来看看 刚才所描述的这一段业务呢 如何通过页面流程图去展现 那么这里呢 我已经为大家画好的这个流程图哈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那么同样啊 首先整个这个页面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页面的编号啊 这里呢 我给大家建议的页面编号方式呢 是根据啊 我们之前的信息架构的这种啊 呃 分层啊 或者说我们新架构的这个层次关系呢 去编号 首页呢 肯定是第一层次啊 那么第二层次呢 应该是首页下面的几个频道 那么各频道下面呢 又会衍生出它的下一层级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顺序的从啊 比如说频道啊 第一首页下面有频道我的预约 那么我的预约呢 就是二啊 啊 那么我的预约下面呢 又会有比如说历史预约和新预约 那么历史预约新预约呢 就应该编号为3.1 3.2啊 依次这样通过啊 编号的形式呢 其实就能够啊 反映出了整个页面的层级关系啊 那么这里呢 编号一是首页啊 首页下面呢 具有的基本上的功能是包括了我的预约啊 我的积分啊 那么点击我的预约 这就是一次操作了哈 点击我的预约呢 会弹出了一个状态的判断啊 询问是否登录啊 那么如果没有登录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授权登录的页面啊 那么在授权登录的页面 那么如果说已经登录呢 那么点击我的预约呢 那么点击我的预约呢 就能够直接进入我的预约这个页面了啊 那么在我的预约这个页面中呢 有立即预约为付款预约和历史预约这三个功能啊 那么我们点击立即预约呢 就能够打开立即预约的这个表单了啊 那么在这里呢 那我们就完成 需要去完成我们的最重要的操作啊 填写预约表单 那么预约表单填写完成了之后呢 点击提交 那么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的判断呢 就是我们的表单验证 我们得去验证你填写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地址啊 真实信啊 比如说你预留的手机号啊 能否与能否联系上啊等等等等 我们需要去用表单验证这种方式呢 去去教验一次 如果教验通过了 哎 那么送水站呢 可能会去那边的系统呢 会接到一个通知啊 那么拿到这个通知之后呢 送水站会去确定上班的时间 哎 去完成一个成功的确认 那么确认了之后呢 在我们的预约 哎 我的预约中呢 就会出现了一个未付款预约啊 那么未付款预约中呢 那就有了上面我们申请的这一条记录 啊 那么 我的流程呢 其实仅仅表述这一部分哈 接下来呢可能就是送水来了啊 送水工来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付款啊 进入未付款预约的一面呢 我们去点击付款啊 然后扫码付款 付款完成之后呢 返回积分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啊 那么 说到刚才哈 表单验证呢 不同过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弹出一个错误提示啊 那么从错误提示中呢 可能包含一些错误信息啊 也可能呢 哎可以提供一个重新预约的这样一个入口 那么我们点击重新预约呢 又回到了整个的预约表单 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 页面啊 这种流程图的形式呢 能够清晰直观的啊 表达出了整体啊 我们从登录到预约的全过全过程 哎 以及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一套的流程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页面呢 能够去实现了一套完整的流程 哎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页面流程 啊 我们刚才所说的通过一个页面流程呢 哎 我们能就知道哎 这一次用户的任务具体是什么啊 啊 以及这个流程中的一些重点的缓解 啊 像刚才这个流程中的登录啊 以及填写预约表单 啊 这是两个重要的环节啊 啊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啊 流程图中呢 哎 我们能够看到哎 用户啊 想要去预约成功呢 需要经历的步骤有哪些啊 啊 以及每个步骤呢 我们最终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呢 哎 我们在线上运营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呢 去了解用户究竟哎 在每个步骤的耗时是多少 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共需要 六个页面呢 那么六个页面呢 我们凭借平时设计页面的经验呢 就可以推测出每个页面大致的工作量是多少啊 啊 那么这样呢 一个页面流程图呢 就能够帮我们做这么多的事儿 啊 所以说啊 学习的页面流程图 哎 它是我们在信息架构这个环节中呢 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啊 嗯 嗯 嗯